他們最近很有企圖心 他們推出了一個台南鍋燒麵 我非常討厭鍋燒麵還沒有下鍋的時候 就很粗 蛋沙拉 火卡下 嘿大家好 這個片我有點不知道它會以什麼形式出現 應該就是一意孤行吧 在家裡的期間 我可能偶爾會突然想吃些什麼 可能就可以拍成一個小短片 然後跟大家分享 第一集呢就是 他又咬掉哥哥的毛了一嘴 最近早餐有時候會叫外送 我非常喜歡早安美之城 因為早安美之城有一個我非常喜歡的東西就是 蛋沙拉 火卡下 給大家看一下 它本來是有生菜的 可是我喜歡備注說我不要生菜 我在叫早安美之城的時候我就發現說 早安美之城他們最近很有企圖心 他們推出了一個台南鍋燒麵 然後我就想說會好吃嗎 很多人都有在問我們說 台北到底要在哪裡找好吃的鍋燒麵 但是其實我跟豬豬就是一直在跟大家宣導說 不要自己離開城市之後 又想要找尋好吃的家鄉味 因為我覺得好吃的家鄉味就是只能存在家鄉啊 不然家鄉就不叫家鄉了對不對 沒錯 那如果這個連鎖早餐店的鍋燒麵 都可以做得不錯的話 那是不是如果你家旁邊有的話 你就可以買 今天就是購買了他們的一碗沙茶鍋燒 你可以請他把沙茶另外放 因為像我本身是沒有特別迷沙茶的 我可能就想喝一下它的原味 然後再加沙茶這樣 他其實你就是可以備注跟他講 這一碗100 我覺得料其實蠻多的喔 有肉這麼大一塊 然後也有蝦 有蛋 然後有魚豆腐 有欣欣腸 有一塊很用心的很像橡皮擦的東西 是不是 美之城的something 反正我就先來試味道 好 很鮮甜耶 我這邊澄清一下 我也不是太有在吃鍋燒意麵的人 但是我… 妳當什麼台南人 沒有我是新營人 我不是台南人 我沒有在自己把自己當作台南人 台南人要匯很多東西 我匯的太少了 知道嗎 要…很會吃鍋燒意麵 反正總之呢 我小時候對鍋燒意麵的印象就是 一定要在那個井的碗裡面 才會叫鍋燒意麵 湯頭要鮮甜 麵不能太爛 就算我不是個懂鍋燒意麵的人 我可能可以憑說 以100塊來買這一碗鍋燒意麵 會不會開心 它的湯算是好喝的湯 但是是調出來的湯 你們知道吧 就是經過一些化學的提煉 讓它變得好喝 不是… 化工的好喝 我跟你講化工的好喝就好喝啊 對不對 對 麥香奶茶好喝 對 胖達人好吃 不天然沒關係啊 但不要說謊咩 食材也都算新鮮 所以湯裡面你還是可以多少喝到那個食材的味道 以早安美之城來講 湯頭的表現我給他肯定 這是誰 還是真的橡皮茶 我知道它是什麼了 很厚的魚板 因為魚板都會切得很薄 那它吃起來是魚板的味道 但是它就是很厚一塊這樣 早上就算買一碗這個 我真的覺得心情也不會到太差 算是可以節點那個香愁嗎 如果你突然很想吃鍋燒意麵 我覺得可以去買的點是 不是你身邊的店都會賣鍋燒意麵 我覺得鍋燒意麵沒有很常見 在北部賣鍋燒意麵 就是你得不到南部人的肯定 你也得不到北部人的肯定 因為北部人不喜歡吃鍋燒意麵啊 就是兩邊不討好 所以店家就很少賣 啊我是覺得他們蠻挑戰的 好我現在來加加看麵 我非常討厭鍋燒麵 還沒有下鍋的時候就很粗 它就沒有那個細緻度 它就只能更膨 所以下水前的鍋燒麵 我覺得要是細的 然後它這個煮度 我覺得看起來非常的剛好 它也不會到太粗 也不會到太細 外送來加你 自己加進去 我覺得它的狀態都還會是蠻好的 我覺得可以耶 鍋燒麵還有一個很大的挑戰就是 每個人心中都會有台南最好吃的那一家 跟你最喜歡的那一家 但是台南的每一家的味道跟重點 其實都不一樣 我覺得它有點沒有辦法滿足100%的北漂南部青年 但是如果你是比較像我這種就是 有不錯的鍋燒麵吃 我就覺得很happy 我覺得你就可以來吃 我現在來加台南的重點了 我長大後比較不喜歡沙茶醬 所以我很少加 真的是可以去買耶 它的那個豬排齁 應該是黑胡椒里肌上面的豬排 吃得到一些調味的味道 好吃啊 但是你要那個備註一下 你是 我是心靈人啊 你是很容易覺得好吃的肥肥魚 好吃耶 其實很容易覺得好吃的人很幸福耶 很幸福啊 對啊 所以我以前才可以胖到86公斤啊 太多人喜歡寫什麼 台南鍋燒麵 大家就做不出台南味 這就討人厭啊 除非老闆叫台南 早安美之城的佛卡 現在也是沒有馬鈴薯的 我覺得很棒 莎雅最近也出了蛋沙啦 但它就是有馬鈴薯 你最不喜歡的連鎖早餐店是誰 是拉雅嗎 是拉雅 因為拉雅的名字會讓我一直想到拉雅 有點害怕 好吃 他們家的蛋沙拉是台式美乃滋醬的味道 比較甜的那一種 然後佛卡夏很香 就是還是吃得到那個香料的味道 我很喜歡 他們家的蛋沙拉在我心中應該是 有點小贏過賣味等等 因為它的 它比較偏甜 今天是不是有跟大家說我吃蝦不會土殼啊 那你現在表演一場 飛飛魚吃蝦秀 不以鍋燒意麵的心情吃它 你也不會太生氣的 因為它的湯頭跟它的料其實都還算蠻夠的 它也有雞絲麵跟烏龍麵的選擇 應該剪吧這個大哥 希望大家喜歡我的一意孤行 來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